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来 你刚刚先讲过程看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问题 或是你觉得你碰到的困难怎么可以解决的 好不好 来 请说明 其实一开始我们她会说 我是由她最近好啊开始态度 然后后来她就 她其实是在讲说学校 这位同学她是在讲说学校呢 太注重升学导向 然后还有 还有品德教育的方面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去面对 她讲的是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是一个中学呢还是 夫人大学 太注重升学导向 那现在不是大学嘛 应该这个时候就会发觉这个问题有问题了 那一篇概全啊 因为不是夫人大学 是她那个系嘛 对不对 还是弄清楚 是这个学校的那个系 然后我有问说 那她跟同学的相处之间 然后她就有举例 然后就带到她的 为什么是认为品德教育是有 请品德教育是有问题 因为她请示她在念书 然后呢同学就电话响了 她很缓慢的过去接就算了 她很大声到喂 然后就走出去 她们还用很缓慢的角度 然后打开寝室门 然后再去接电话 她对于这样的行为 她是不太 她觉得 不太能接受 因为 因为她觉得 呃 这跟有礼貌是有差距的 然后她看了很多面相之后 发现 呃 其实 学校 学校会这么样 其实跟 呃 跟家庭有关系 就是她 从学校化 他认为是家庭的问题 是家庭 家庭也尊重升学率 然后 不太在乎小孩 对 所以就发觉这个问题 你看在谈话的过程中 我们本来以为 只有是学校适应 或者是学校的问题 后来就带到了 价值观的问题 带到了这个 家庭的问题 所以各位同学就可以理解 当我们做一个 counselor的时候 你不保证 你的个案会很专注 有时候个案来说很散漫的 东边西一句 西边一句 然后呢 你要想办法把它 连在一起 也就是她 她讲话的过程里面 那个逻辑性不强 那你要怎么样 让她自己前后的逻辑性 能够连在一起 可能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好 对 所以一开始我们 就是先 就是问她们 两个 两位现在的情趣 然后 之后之后我再问她 之后我再问她 之后我再问她 就是说 为什么你们两个会吵架 或者是抱怨 然后她就说 她就说 好像那一天她就 那一天她们她 她就说她 然后每天就是刷牙 然后牙膏挤 一大坨 然后在那边就没有 就没有清理 然后刷完牙 然后那个牙膏又盖不好 然后 然后我再问她 为什么会这样子 她就说 她就说 可能那牙膏 可能那牙膏又不是一个人用 是全家来用 可能不是她来 就是可能不是她 就是造成这样的情形 然后之后我再问 那你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纠葛 然后她就 他们就 就讲得更远 就是说 她就可能说 她就说 她就每天叫 她就每天叫我帮她买早餐 然后 就只有我一个人去买 然后 吃去很久 然后她可能她就说 她就说 她每天用电脑 然后就用很长时间 然后 就每天可能没有去上课 然后就在那边用电脑 然后用很迟 然后就 开始在那边 争吵 嗯 然后我之后又再问 就是说 那你们在之前 做过活 就是 在之前就是没有这种 纠葛的时候 他就说 之前就没有电脑 然后每天去 买早餐是怎样啊 然后也过得很好 嗯 嗯 然后我就说 然后后来我就把他们解决 就是说 嗯 最大的原因应该是 那个电脑的问题 然后 造成他们生活上 产生最大的 变化 就是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人用一台电脑 对 嗯 可能他用太长之间 然后就影响到 那样子啊 然后情绪不好 一个人用太长 另外一个人就不能用嘛 对啊 然后可能就买早餐啊 整个生活都影响到 那你听到这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挤压膏 挤压脱 然后没有亲 第二个是买早餐 一直去买早餐 他好像是一个受害者 对不对 第三个呢 就是用电脑 用时间太长 所以看起来好像 那个抱怨的那个人 好像是一个受害者 对不对 那你听到的状况是 那你怎么帮忙 他们让他们 那个受害者 没有那种被 受害的感觉 你怎么帮忙他们做 嗯 我就询问 源头啊 然后我就 后来就找到 原头是什么 电脑 因为后来在一分之下 就是因为电脑出现 然后他们才有 现在的纠葛 是 就买早餐 就好像感觉上 他去买还是怎样 然后 因为以前都没有这样的情形 然后 在帮他们解决的时候 就说 嗯 可能电脑可以分开 用这样子啊 然后一个星期有七天 然后一个人用三天 然后一天休息 这样然后去买早餐 然后电脑休息 是啊 这个现在是 我们平常 我们做智商师 哈 我们不太做建议 对不对 我们让他们两个人 就是说你问 现在我们发现了 你们两个的问题 是用电脑的问题 那请问 你们两个怎么解决 用电脑的问题 而不是你来跟他建议说 一个人用三天 另外一天休息 哈 那这个可能就是 一个方法啊 这个 不说啊 你找到源头嘛 宿租源头的问题 后来这个 挤牙膏也不是问题 买早餐也不是问题 而是用电脑的问题 对不对 本来最简单 按照一般的实相 父母的想法 再买一台电脑就完了嘛 对不对 可是这个 不是我们的范围嘛 我们的范围就是在 听对方的话语 然后找到源头 找到问题的癥结 然后问对方说 那你要怎么办 那不是说 我来帮你解决问题 好吧 好 谢谢 好 那这一组 你们这一组是同学 同财吗 三个同学 怎么样 治老师 呃 因为刚刚我们就是 讨论一些 学校政策问题 所以我就是 也没有办法 帮他们解决 因为这是太认同了 哈哈哈哈 然后就是 呃 就是我们讨论的方向就是 嗯 就是像那个 学费使教要罚钱啊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呃 全人跟那个 体育室不给家钱啊 然后就是会导致 就是一些不便 然后就是 因为就是 就是 其实真的就是 对我们学生来讲 就是有一点觉得 那是你现在的智商师 你不是学生嘛 对不对 那你要告诉我 对 当同学抱怨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 对同学来说 去疏导他心中的这个情绪 呃 就是这里 就是有点困难 哈哈哈哈 小心这个 这是一个限 因为当你的个案 来跟你讲一段状况 你非常同情他 至于你无形中 就站在他那一边 而你失去了公平 这个时候 你那个智商的效果 就会变得很有限 那就会变成一种行动 那这个行动就可能会造成 对当时的一种伤害 这种可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就看过这样的一个案子 那有一对这个 有一对姐妹来 后来来跟智商师抱怨 后来这个智商师非常认同妹妹的观点 结果姐姐就愤愤不平 她说那我来找你 找我智商干嘛 我智商的目的就是 因为我经常发现 我跟我妹妹有困难 所以我来找你帮忙 希望能够重新回到 我跟我妹妹的关系上 结果你多认同我妹妹 那就好像变成我是加害者 那不得了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状况 在那个智商师就有问题 所以我们现好我们在学习嘛 在学习的过程中 当然你说你可以认同没有问题 认同是一件事情 但是你要处理面对问题是一个 所以比如说像你们各位同学 我认不认同你们的状况 我也认同啊 我也觉得他们做的不对啊 可是呢 你要怎么改 不是说你们同学们想想 爱说可以改就可以改的 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你还有很多的程序 好不好 所以我想这个方法就是我们 我们快点再来选 对不起 对不起